988聚焦东盟 你好我是Stephanie舒婷来看头条看点 在各个国家渐渐迈向复苏和开放阶段的当儿 不少的员工也就开始重返职场工作了 但是在疫情当下依然不可以掉以轻心 新加坡政府规定从9月8号也就是今天开始 工作场所禁止举行社交聚会 卫生部表示当局观察到一些工作场所最近出现了感染群 很大的可能就是员工在食堂或者是茶水间等等的地点 不戴口罩然后放松警惕互相交流 因此导致感染 那一旦有员工感染冠病呢 当局就会采取更严格的措施了 如果有染疫的员工曾经回到工作场所 那么有关的企业一定要安排所有可在家办公的员工 居家办公为期14天 除了避免在工作场所群聚之外 公众也应该要减少聚会的次数哦 卫生部就建议所有人 尤其是年长者和年长者居住的民众 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应该要减少不必要的社交聚会 无论是上门拜访或者是公共场所聚会 每天不应该超过一次 那同时呢当局也建议公众应该要减少这个社交圈子 只和一小组定期来往的人接触就好了 好了为了避免病毒在社区散播 新加坡卫生部也会实施更谨慎的防疫措施 接下来一旦卫生部发现有冠病感染群 除了会对近距离接触者进行隔离 也会发出更多的健康风险警告和健康风险警戒通知 给曾经接触或者是住在附近的人 以便可以尽快的对潜在病例进行围堵遏止病毒的扩散 健康风险警告和健康风险警戒并不是隔离令 不过两者还是有差别的 那如果是收到警告通知 那么就必须要接受PCR检测 而且要自我隔离 直到检测结果是阴性 那还没有完哦 他们之后呢还必须要进行快筛的检测 以及在隔离第14天再进行一次PCR检测 那至于收到警戒通知的人 他们是不需要进行强制检测 但是还是鼓励他们进行PCR检测的 而且接下来14天也应该要减少社交活动 无论如何 财政部长黄寻才就说 新加坡政府是尽量不收紧任何已经宣布开放的措施 但是如果冠病重症病患过多 不排除收紧的可能 目前政府将会更积极的追踪病例接触者 以及更广泛的进行检测 他说每个人都应该尽一份力 履行社会的责任来减少病毒传播的风险 那在另一边 泰国紧急状态命令也将会在9月30号到期了 预计政府将会取消紧急状态法 这就代表着新冠肺炎疫情管理中心的抗疫工作 将会归还给卫生部等等的相关单位 同时也会恢复使用2015年传染病法来展开防疫的工作 新冠肺炎疫情管理中心发言人塔威什表示 本土感染个案明显下降 这就显示了泰国在两个月以来实施的一系列封锁措施产生成效 但是他也说理论上病毒是不可能清零的 只能在新常态下和病毒和平共处 那目前泰国很多的旅游景点也计划开放了 泰国国家旅游局称 继普及苏美岛plus之后 包括曼谷清迈华新和巴迪亚在内的旅游目的地 也将计划从10月开始陆续对国际游客开放 988聚焦东盟的头条看点为你跟进的先轮 先到这里 我是舒婷 疫情之下 马来西亚经济放缓 失业率偏高 这也改变了国人的消费习惯 根据惠玉解决方案 Fitch Solutions研究指出 马来西亚人开销更谨慎了 专注在寻找价格便宜 有折价优惠的产品 那由于经济成长呆滞 家庭收入和支出也就面对更大的压力 特别是低收入群体 根据调查 2019年大约有150万个大马家庭的年度可消费收入 是低于1万美元 大约是41460令吉 这就代表着每个月家庭的开销是少过3500令吉 而在2020年 这类家庭就增加到了大约180万个 惠玉就提到 当消费者普遍倾向选购便宜 而且具有折扣优惠的产品 那么在大马营运的公司就需要留意到消费人的反应 零售商、合作社和小型的贸易商会进一步合作 使到物价保持在低廉的水平 同时呢 这也让经营快速消费品 FMCG 也就是Fast Moving Consumer Goods公司 带来潜在的扩展厌恶和成长机会了 快速消费品就是指消费速度快 让消费者容易购买的产品 以日用品和包装饮品居多 那在过去几十年 东南亚像是大马、越南、泰国等等 已经渐渐成为了全球供应链重要的一环 主要生产就包括了汽车、电脑、电子科技和服装等等的产品 但是啊 疫情就打乱了东南亚工厂的运作和供应 再加上航运货柜短缺 很多的国际大厂都面对危机 研调中心IHS Market就指出 其实东南亚可以趁这个危机转化为契机 报告说 如果没有爆发新冠疫情 还不知道全球产业链竟然如此脆弱 电子、纺织等等一些核心制造、生产 就集中在少数几个区域 所以欧洲智库Brugel就认为 东南亚各厂商必须要升级 优化生产流程 让产出更有效率 也就是说 趁着疫情之际 整合不同企业的产业环节 来提升供应链、通路商和消费者等等 那如果一切顺利啊 日后东南亚的厂商就不再是单纯的供应链 而是具有更竞争的优势了 那为了让各领域在疫情之下可以顺利复工 首先要加强的就是防疫能力 除了遵守基本的防疫SOP准则之外 也可以定期进行冠病的检测 新加坡政府将会发放 抗原快速自助检测仪给所有的企业 每一名雇员将会获得八个检测仪 每个星期检测一次维持两个月 根据卫生部的文告 员工可以在家或者是工作场所进行检测 但是雇主呢应该要制定程序来确保员工正确的执行检测 并且将检测结果提成给相关的政府机构 财政部长黄玄才说 政府将会对高风险行业员工进行更严格的快速检疫检测要求 从原本的每两个星期一次缩短到每个星期一次 以便当局可以快速的侦测和围堵确诊病例 那除了和人群接触的行业 例如超市员工 前线送货送餐员 低适合照车司机餐饮业者之外呢 一些提供个人服务行业 例如脸部护理桑拿化妆等等的美容行业 还有就是健身房工作员工 也都需要定期进行快检 那值得一提的是啊 政府将会为这类的员工承担快检的费用 直到今年底 我是舒婷 988聚焦东盟为你分享的新闻就到这里了 那建议在高风险工作场所的朋友啊 也可以定期的进行自助检测 以防止疫情扩散 晟通知 sirk 暗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